男子朝對方吐口水還不斷飆罵髒話大吵大鬧 讓一旁捐血民眾懸看傻眼 民眾拍下捐血室內男子種種脫序行為 警方到場處理雙方才冷靜下來 都兩個禮拜來捐一次 然後對那個人是有印象 他剛剛也有來在這邊白鶴喝過 那我是覺得中心這部分應該處理這個問題 就有點像是在貪小便宜的感覺 25號下午4點半 一名40多歲的男子來到台北關渡捐血站 沒有捐血站的位子想要提供給捐血民眾的餅乾和飲料 有民眾看不下去勸說他不要沒捐血在這裡白吃白喝 男子一氣之下竟然朝對方吐口水飆罵髒話 民眾過來我們可能也沒辦法判斷說 他今天是不是我們的捐血 飲料餅乾甚至空間的使用上面 我們也不會刻意的去設限 然後一定要去把這些民眾把它驅離或什麼之類的 事後警方到場處理雙方握手言和才結束這場鬧劇 不過男子把捐血中心當休息站 濫用愛心餅乾和飲料自私的行為 也讓捐血站相當頭痛 記者黃天堯黃玉涵台北報導 我看到 我看到